自陷入这起头睡路睡的轩然大波后,10月7日夜间,一直销声匿迹的范冰冰终于在自现身微博发文,称自己感到是网友们的心心念念,并说自己想念大家,通过这条发文来看。 范冰冰并没有被这次事件所击倒,看来似乎是想告诉大家自己现在一切都还好,没有像外界传闻的那么糟,更有网友认为,范冰冰有可能会很快付出,自从事件爆发以后,范冰冰的粉丝们就一直很担心她的精神状态。 但是范冰冰一直处于虎偶,下屑虎偶,让她,在刚开始的时候甚至有网友声称范冰冰已经被抓入狱,让粉丝们大胃不满反传相机。 但是范冰冰就是不露面,粉丝们心里总也没底,10月7日,范冰冰的这条发文,无疑给所有喜欢她的粉丝们吃了定心丸。 虽然这次事件有了官方的处罢结果,但是也有不少网友认为范冰冰将会很快付出,凭借她在娱乐圈的影响力,将会很快再次重回巅峰,但是恐怕她们高兴得有点早了。 范冰冰这次收到的打击和挫折原比表面上的罚款8亿多人民币要严重得多。 首先,范冰冰在娱乐圈内的影响力和商业能力,遭到几乎毁灭性的打击,由于这次范冰冰所涉及的金额破了一网同日案件的记录,必将成为有官部门所树立的一个典型。 所有的合作伙伴将远离范冰冰,所有的找她代言的商业活动将有可能停止,范冰冰的演艺事业将会受到重大影响, 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演出机会和商业活动来找她,甚至于长期来看,会不会她还能有机会出山,也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。 范冰冰很有可能不再是曾经那个疯狂无仙的巨星了,她能不能接受这样的后果,别人谁也不清楚。 另外,范冰冰与李晨的婚姻将受重大考验,虽然说李晨也表示了无论有多困难,也将会陪伴范冰冰一起度过难关。 但是在他们这个层次的人物,不可能不考虑现实的利益,尤其在娱乐圈给人的感觉是爱情这个东西是最靠不住的。 李晨面对金飞西比的范冰冰会不会动摇?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因素。 当然,这次范冰冰时候再次微博发完,不仅是喜欢她的粉丝们激动不已,感觉范冰冰状态很好那个曾经的范冰要回来了。 更重要的是给外界一个信号,告诉所有的她的朋友或者圈内的合作利益者,自己没有倒下,只要范冰冰没有被击垮,今后一切都是有可能的。